遮瑟片動畫 那一樣我這邊我再把它拉高 走點兩下 好 那麼我們來看 怎麼樣做遮瑟片動畫 這個上面是不是有一個圓 對不對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這個 哈姆太郎 我們在這邊畫一個圓 來 畫一個 請你增加一個新的塗層 好那 還是養成習慣 這個叫做遮瑟片mask 好 我就用一個圓 那麼我只要填色 就好了 那個外框不用 筆畫不用 好填色 由中間往外 再一個正圓 Shift Alt 這樣是不是就有了 那怎麼樣才能夠變遮瑟片呢 點在上面 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遮瑟片 跟我們那個導引線很像 遮瑟片 遮瑟片 也沒有縮進來了 這樣它有沒有被遮住就被遮住了 可是你會發現 遮瑟片的顏色就不見了 也就是說其實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其實遮瑟片 你這個 用什麼顏色有沒有差 沒有差 因為未來 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打洞 看過去 沒有 沒有東西的地方就會被遮住 這樣了解它遮瑟片的原理了 好 那我把畫面先還給你 試看看囉 好 所以你如果原則上 你做完之後 它這兩個會鎖起來 那你就會看到結果 所以如果像我剛剛 打開 有沒有 只要打開一個 它就 關掉了 當然你也可以偷懶的 就是在上面按右鍵 有一個叫什麼 顯示遮瑟片 有沒有 一按 兩個都會鎖起來 就自動鎖起來了 好 好 那你有發現什麼問題了嗎 我們剛剛在看這個的時候 它後面不是一個圓嗎 對不對 那其實這個圓是假的 對啊 多做一個 了解意思嗎 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 Flash 裡面塗層遮瑟片 它事實上 你用變成遮瑟片之後 那個洞就是變透明的 看穿到下面那個塗層 跟你裡面填什麼顏色 根本就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現在呢 可以幫它做一個假的 我先把它打開 點到這一層 我現在是在mask這一層 看到比在哪裡 就表示在編輯哪一層 好把這個圓 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呢 我新增一個塗層 這一個 我要把它拿到下面來 OK嗎 當底 給你看說 好像在一個什麼 白色背景上 這樣子 然後圓的位置 是要跟剛剛一樣 在圓地貼上 這樣OK嗎 那有一個要特別注意 就是拉的時候 拉動塗層的時候 你看呢 我在拉動塗層 稍微注意一下 這裡 你看我在拉動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它有的會跑進來 有沒有不一樣 有沒有 下面是不是有個虛線 你如果拉在右邊 這樣 這個塗層 就會受到這個 折射片影響 但我拉下來往左邊跑 它就是跟上面是一樣的 就獨立的塗層 了解意思 有縮進去的才會受到塗層 那個折射片影響 沒有的就是一般塗層 所以這個我把它叫做白色背景 盡量還是養成習慣 你這樣再做就會很清楚 所以 如果你要看結果 你真的可以從這邊來 測試影片 有沒有就在裡面 只是白的是假的 事實上沒有 沒有那個東西 應該不是說沒有的 就是說 它不是折射片 這是故意擺出來給你看的 你了解喔 來你來試看看喔 至於說做動畫應該就會了 對不對 做動畫怎麼做 哈姆太陽要做動畫是不是針對它 所以你來這邊 比如說我在這裡 按右鍵插入關鍵影格 然後呢 可是你要注意一下 這個時候只有誰 出來演 只有它 是他們都要出現 出現 不做動畫就是插入影格 點到它按右鍵插入影格 好 哈姆太郎點到我往上移 比如這樣跳起來 好 那我再下來 插入關鍵影格 往下 好假設這樣就好了 我就插入影格 其他都一樣 所以我們這樣也可以做動畫 雖然沒有用 移動補鉛動畫對不對 它還是會跳啊 如果你比較近的話 我們講的比較近嘛 你眼睛會自動幫你完成 中間那個補鉛動畫 所以還是有做 你自己做好了 你的機器還不錯 哈哈哈